面对的恐怕是不止没有这个一卡可以走透透的问题 还有立伟的踢爆说中油A走人民很多钱 光是去年中油的空污费加土污费呢 加起来就超收了两亿多 立伟也怀疑说你现在的这个浮动油价计算方式啊 根本就不符合 虽然说中油减半调涨油价 但是去年中油还是大赚239亿 比法定的盈余还高出了100多亿 油啊A全民你们的油价计算公式和油费 有没有A全民这件事情啊 油价长不停向立伟质疑中油其实A走人民很多钱 因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中油不止超收空污费土污费 油价计算的比例也不符合实际购买状况 去年大赚了239亿比法定的盈余高出了100多亿 其实新台币对美元从去年6月到现在升值了至少3元 但是中油调涨油价汇率却没从中反应就赚了75亿 而且空污费去年超收1亿多 土污费也超收5000多万 加上升值的利益 立伟质疑中油A走的钱高达77亿 大概找不到全世界哪一家油公司的油价这么透明 透明到大家都会算得出来的地步 不止如此 中油的油价计算也被立伟踢爆 现行的计算方式是以杜拜和布兰特原油7比3计价 但中油购买的状况比较贵的布兰特原油只占了25% 计算的比例跟实际购买情况根本不符合 就算现在才减半调涨机制 但中油去年还是赚了200多亿 也难怪外界质疑中油A钱 A很大 专讯计算余若文林小凡 台北层报道